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和阿姨会负责今天的访问 不如请她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5B班阿姨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一位很重量的嘉宾来到我们学校 她是教育局副局长杨润洪先生JP 欢迎杨润副局长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各位同学好 Katia 你是否有点问题想问杨先生 是的 刚刚你在旅堂的时候 杨先生看了很多同学的表演 请问你有没有意见 我正说看了一个英语的朗诵 一个中文 广东话的朗诵 还有一个我相信是印度的舞蹈 三个其实我看的水准都非常之高 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都是一个中文的朗诵 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本身 都不是用广东话作为母语 但我觉得大家的水平其实都非常之高 也都看到大家是经过很多的联集 还有大家是做过很多次 我相信是可能要辅足 都花了不少时间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看到大家的努力和水平都非常之高 谢谢 还有我们的学校建筑很有特色 是 你喜不喜欢我们的环境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 是有它自己正如你所说的 有它的特色在这里 它本身的结构 本身的建筑都有一定的历史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也跟在香港现在很多学校是不同的 我暂时看到 因为我都没看完 我暂时看到一些环境都很充裕 那些纸碧也都不错 我相信各位同学在这里 都可以利用到这里的环境学得很好 我也都知道 因为建筑物日子比较久 可能一些维修上面都需要多一点功夫 我希望这里我们教育局都可以帮到手 帮到大家 令到你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去学习 谢谢 谢谢 那最后呢 你会不会有些勉励的说话 对我们保国之后的同学说 我想因为正如我所说 我知道 学校都是比较多非华业的学生 我在这里也鼓励一下大家 来到香港也希望大家以香港为家 学好一些中文 将来就可以在香港里面 发挥到大家的才能 亦都可以共演到社会 是 很多谢杨副局长今天秋空来和我们聊天 那时间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访问其他嘉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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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